继北京 上海 杭州等地放宽了百摊的规范之后 深圳也计划将从今年9月开始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 5月4号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榜 不过很多人都质疑这一波被官媒热炒的地摊经济 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吗 地摊经济的本质呢 它只是城镇人口为了维持生存最底线的一种经营方式了 它实际上就只是一种边缘经济 尤其在中国大陆这种有城管严格约束 甚至是禁止摆摊经营的国家呢 重启地摊经济 它就意味着社会整体的经济面 其实已经走向了崩坏 三年前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曾经提出地摊经济 形容地摊经济是人间烟火 但这番话却在当时受到官方媒体的冷落和嘲讽 随后三年清零重创中国经济 就业持续恶化 到了李强担任总理之后 地摊经济已经成了救命稻草 大量的失业人群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从而迫使当局不得不放下面子 重新允许失业者来摆摊经营 地摊经济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最初级的阶段 它的买卖完全是由供需关系来决定的 基本上不存在说政府来计划经营的因素 所以李强他现在来重启这个地摊经济 一方面他是因为面临着巨大的人口的一个就业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越来越严厉的经济管控 已经让许多地区出现了这种局部的缺血坏死的现象 使得他不得不暂时的来松绑以救急了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 目前中国的整体失业率为5.3% 但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却飙升至19.6% 相当于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 上个月一名25岁的四川女孩 因为公司倒闭失业被迫远赴武汉 摆摊卖台湾饭团 一整天下来竟然只卖了5块钱人民币 她崩溃痛哭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广泛关注 从商业管理角度我们都知道 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创业 她最后可能说没赚什么钱 我赚不了什么钱 这个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 但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人 我觉得甚至不能解决大部分人 作为驱动经济的理由实际上是不够的 就是说第三经济最多可以算是内需的 一小小的一部分 但是我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用 应该是有限的 这个中共经济的大滑坡 它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政治决策上出现了重大的错误 导致了这个经济生活的中断 就是由于政治的干预而强制性的干预而造成的 这种政治决策它的方向如果不改变 说要想仅仅靠地摊经济来拉动整个社会的消费 根本就是吃人说梦的 它连治标都算不上 最多也就是相当于是贴上这么一张膏药来遮丑而已 新唐记者瑞丽纽约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新鸟了